我见到会动的王一博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王一博 曼谷真的是励志让所有的最新女孩有个家 我爱曼谷 2023年曼谷的必吃美食必去cafe 跟我这样走 哈喽大家好我是Crystal 早安我现在在曼谷的Kimton Malai 这次来这里呢就是来参加热烈的手印礼 这次去城选择的是新的廉价航空Mai Airline 国际航班无法往上trek in 但是现在柜台没有人不需要排队 没有花钱也被安排跟朋友坐在一起 抵达曼谷的那天王一博也会在稍后抵达 一抵达机场就看到很多保安在维持持续 我们直接先前往酒店 午餐到Don Smith吃Bot Nuder 但是很多人说我们就先去吃Gram Pancake 这次又是一次迷妹之旅 是我喜欢了王一博四年之后的第一次风险 我非常的紧张 等下就是大概12点 等下是大概2点20分的时候 是第一场手印礼 刚刚拿了我的WATCHEN DICE 然后我的C是大概2点20分 所以我现在先去吃东西了 然后讲真我觉得是一点胃口都没有 就是我们是肥型或是重要的事情 我会吃不下就是减肥 所以现在我刚刚拿了我的WATCHEN DICE 然后虽然看一场电影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紧张 但是我觉得很紧张 所谓的手印礼就是这次在泰国热烈 也办了这个方式8厂还是12厂的这个手印 就是电影看完之后 就是主演帝国很会出来这样子 现在看到我的卡跟我的手环了 看一下手环 等一下继续看电影 看电影神帝国出来 第一次看电影在第二排还那么开心 大家好 好一伯 哈喽大家好我是王一伯 谢谢大家来看热烈 然后去坚持自己的梦想 谢谢 刚刚看完了第一场 然后现在是第二场 六点钟 然后我也是刚刚被人造反应 我完了 不是刚刚拿到我的tuket 然后我的lisband跟我的merchandise 所以我的电影最后一场是六点钟 之后呢 我就可以正常的吃白狗熟了 因为我前几天吃东西都没有味道 因为我很紧张 但是我现在比较平脆一点 我刚刚看了 E4 就是我觉得他的头真的很小 脸真的很小 然后我真的是 好帅啊 很大的 那些人 我和我什么的之间 我和我什么的之间 王一伯 王一张金 这里就是要要跟电影热烈 的时候再见了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个电影去追求 我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后我去做自己热爱的事情 然后接下来我也会去做我热爱的事情 谢谢大家 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 最新结束我终于要开始我的Bangg 日吃之旅 我们第一站要去吃Egg Drop I Sam Square的Egg Drop 就是发现到曼谷也有韩国的Egg Drop 一定要来试试 在韩国一定要吃个早餐 现在发现到在Bangg 吃看 有水准 可以 跟韩国差不多一样 好吃吗 现在是11点13分 刚刚吃完Egg Drop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一个遥远的Cafe 我们到了 San Rafael距离四区有那么一丢丢的远 打车要30分钟 280泰铢 这里的建筑设计很酷很好看 还有一点App Store的感觉 880泰铢 我可以开始套计 我可以看到 现在我给你买能够可以 好看 这个因为我可以帮忙 我可以帮你帮忙 我要买 我会帮忙 来 然后这边呢,它就是会有一些造景啊,有水景啊,然后它有这个高高的这一个东西 我觉得,对,肉眼看是很震撼的,拍照出来我就不知道有能不能够拍到,拍出它的震撼这样子 但是离市区真的有点远,但是我自己就是很喜欢这样照射去找一些比较特别的甜品 Caramel Macchiato Creme 虽然它是Caramel,但是它没有吃到,超级甜的 吃一下那个Dessert,长得很像每个 没有到很甜,没有到很甜 每次来ICON像必来的Tip Samai,每次来都没有人,但是这次要排队了,等了10-20分钟 都好,就有这个 在吃这个很红的Criser & Ice Cream 然后它太快融了,所以我排到在3秒钟,就要这样吃 好多冰淇淋粉很好 哇好晒啊 今天是我们在Banggok的最后一天 然后我又在小红楼上面快点找到了 看附近有什么很可爱的新cafe 然后快点冲过来 最后一间打卡cafe 最后一天选择了西安附近的Days by Case 也是装修很别致的时尚度假风 小小一家cafe 我们现在在Days by Case 就是9天2.4km 给了Days by Macha 来 那我要舌头啊 摩托姐姐 你怎么那么喜欢 然后我们在这边拍了照片之后 我们就要过去香 就是我会很会莫名其妙突然间来到帮我这个事情 可是我是一直都想要好好坐下来讲一下 可是前两天我都很忙回来追星 就是其实我是2019开始喜欢的 然后我们错过了泰国的陈情侣见面会 错过了南京的见面会 然后现在中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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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 因为在很靠近马来西亚的泰国中路有机会来见到他 所以呢 很幸运的有泰国的朋友帮我拿到的票 这个Event 其实它是一个很特别的Event 它是首映名之后的主创和王艺会 会出来 所以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可是接规会或是演唱会 所以变成说我是 我压力很大 因为第一我们很久没有追星 第二我没有去参加过这样的Event 然后Event的T&C下面是说 如果没有暴动或是任何的Kios 的话就会照常进行 这个新业的场次 它会出现有12场 一开始我买一场就叫泰国朋友买 我泰国朋友一直问我要不要买 就是另外一场 然后本来我一直都没有买 直到来这里的前两三天 如果多要不要买 之后呢我就买了 然后我更终于结束了 我也非常庆幸 就是不留遗憾 不过出去的 我觉得今天衣服是非常难得的事情 也非常难的事情 所以呢 做到了 谢谢MM2邀请 三双热烈依旧感动 献给不被看见的我们 愿你我在最梦的路上 都能热烈而又灿烂 不留遗憾的去做自己热爱的事情 8月24号全马来西亚 记得一定要去看热烈